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欢迎收看今天的恩典真理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你一开始读圣经读到创世纪 你不觉得人好可怜 也不过就是吃了一个善恶树 分别善恶树 然后就被赶出去 怎么会这样呢 其实那是因为 我们没有看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让我们请看 创世纪二章九节 耶华上帝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 可以月人的眼目 旗上的果子好作食物 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三额树 你知道吗 这是何二本翻的 它只翻说有两棵树在这里头而已 可是其实我们看下一页 这是NLV译本 我们直接看黄色的字 Tree of light growing in the center of the garden 你知道吗 生命树在伊甸园的正中央 正中央 还好我们别的中文译本也有翻出来 请看下一页 新普及一本翻 上主上帝使 地里长出各种树 既好看又结出了美味的果子 它把生命树和善恶知识树置于原子中央 当然有不同的解禁方法 有人说只有生命树在中央 分别生恶树在别的地方 然后这个解法是 生命树跟善恶树都在中央 可是没关系 重点是最重要的事情是 生命树在中央 就很像你去买一个蛋糕 蛋糕的最中间 生常会有一个草莓或什么 那是每个小孩都想要的 对不对 只有生日的那个人可以吃 你懂吗 重要的会在正中央 所以我告诉你 伊甸园的核心是生命树 但生命树又是什么意思呢 让我们已经解禁 我们看下一页 这是平行经文 创世纪三章22节 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 你想怎么会是 吃生命树的果子就永远活着呢 它是糖生豆吃的长生不老嘛 所以我们看平行经文 你就会知道 答案我们看下一页 约翰福音6章51节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 这个我是谁 耶稣亲自自己说 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 然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 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 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等 所以请看黄色的字 吃就必永远活着 有没有很像生命树 再看下一页 约翰福音6章54节 还是耶稣说的话 吃我肉喝我写着就有永生 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请看黄色的字 吃就有永生 好再看下一页 约翰福音6章58节 还是耶稣说的 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 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 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嘛 那还是死 吃就永远活着 没有跟那经完全一样 吃就永远活着 所以生命树就是预表耶稣 有些人甚至于说 生命树就是耶稣 无论是预表或者就是耶稣 反正生命树预表耶稣 所以你知道 其实从头到尾 从创世纪在最前面 就一点点就告诉你 耶稣是这一切的核心 我们的主耶稣 而你知道 耶稣基督充充满满的 有恩典有真理 甚至于我们尼托斯安博士 他也说过 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恩典 恩典是有位格的 就是耶稣基督 这是尼托神说的 不是我说的 好我们看下一页 再来 就到让人难过的部分 耶稣华上帝说 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 能知道善恶 所以恐怕生少又摘 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 我那时候一开始读出信的时候 就哇神超小气的 我知道善恶有什么关系嘛 对不对 然后我现在又去吃生命树 你就是怕我跟你一样 可以永远活着 是不是 不是神本来的心意就是要人永远活着 其实他不要人去分辨善恶 你知道为什么 所谓分别善恶是什么 就是律法 什么叫做 圣经上怎么说 若不应律法 若不是因为律法 你就不知道何而为罪 因为律法带尽了对跟错 善跟恶 所以其实一开始 一定的里面就是耶稣基督恩典 跟律法两个的选择 而为什么你已经吃了分别善恶素 也就是你选了律法之后 不能再让你吃生命 是因为神不要你恩典跟律法混杂 然后永远活着 因为罗马书四章十四节提到 唯一能够使神的应许废弃的 就是属乎律法 如果你属乎律法 神要给你的那些应许就没有 你知道那些应许原本上是说 神要给你一个 他给你的美好的太太 美好的先生 或者是他要给你一个 很好很好的学校 他要给你一个很好很好的工作 这是神应许 可是你属乎律法应许就废弃了 你想要这样永远活着吗 想要拿不到 想吃的吃不到 想取的取不到 想嫁的嫁不到 想赚的赚不到 想买的买不到 这样永远活着是一种诅咒 所以神不要人这样永远活着 他要你接受耶稣基督 然后你被罪被射之后的永远活着 懂意思了吗 所以神不是那么小气的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页 《纵世记》三章二十四节 于是把他赶出去了 又在伊甸园的东边 暗色基督博和四面转动 发火焰的箭 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 也有打电动朋友都知道 这就是火焰箭 然后这旁边就是四面转动 发火焰的箭 OK 这是荷尔本的翻译 可是你知道吗 其实有一个翻译 翻得更有那个味道 我们看下一页 这是所谓JFB版本 评论师他在分享这个经文 他就说JFB译本就有这个东西 什么神居住在什么 那我就去查 真的是吗 是你自己讲的还是有别的 所以请看下一页 我查到有一本书叫Defined Comments 是Arthur W. Pink这位先生他所写的 他也有引用这个经文 这个解释方 还有Servants News 这个是一个报纸 这是2009年的9月10月号 他有引用 他引用了什么 我们看下面 你看如果你英文不是很好 没关系 上帝还是完全一样爱你 看不懂神也是爱你 这边有提到 你看JFB这三个人 他们所写的圣经译本 他们有引用 我等一下会解释 甚至于下面也提到 耶路撒冷的犹太试经书 连犹太人也都是这样解释 他到底怎么解释呢 我们看下一页 他提到 他们的翻译就是翻说 他上帝居住在伊甸园东边 基督伯的中间 如同什开纳 什开纳就是神的荣耀 而这个字也代表了火蛇跟火箭 要把手通往生命树的道路 首先你看这个翻译 他告诉你一件事 当神把人赶出伊甸园的时候 他没有就是自己在伊甸园很开心 然后你看你们人在外面 你被我处罚 没有 他一起搬出伊甸园 住在伊甸园的东边 你记得吗 后来该颖被赶出去 是不是也是在伊甸园的东边 连那个犯错了 杀自己弟弟的人 还被赶到伊甸园的东边 而神也在伊甸园的东边 这也是为什么该颖跟亚伯 可以跟神献祭啊 对不对 因为神也在伊甸园的东边 不然如果神在伊甸园里面 人都不能进伊甸园 那他怎么献祭 对不对 好 神居住在伊甸园的东边 所以弟兄姐妹 你犯错不用担心 你不会犯错就被赶出去 你不会犯错就被赶出去 神跟你一起搬出来 就很像是 假设有一个孩子真的非常的悲逆 也许吸毒或做什么很惨事 他父母多次规劝 最后只要把他赶出去 然后父母又很舍不得觉得 我儿子我女儿我那么爱他 所以就偷偷地又搬到他附近 想要照顾他 是这个意思的你没有被赶出来 OK好 再来 如同石开那的这个火箭跟火蛇 要把守通往生命树的道路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 请看下一页 除外极节25章22节 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 又要从法贵诗恩座上 二基督伯中间和你说 我所要吩咐你 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 这就是为什么法贵 这是为什么约贵上面的诗恩座 要有两个基督伯 若你仔细续看前面的那个经文的 基督伯是复数 当然我们中文没翻出来 其实神在纪念当初离开伊丁园的时候 我跟你们一起出去了 然后有基督伯跟我 然后基督伯跟我 我在那个地方显现 所以神在那个地方设立诗恩座 所以为什么约贵要这样做 是要纪念即便在伊丁园外面 我仍旧爱你们与你们同在 所以来到我的面前吧 而且如果你知道 诗恩座下面还有十节的法板 还有亚伦发牙杖还有马纳 那其实都要告诉你 恩典在律法之上 如果你从恩典中最弱 就是掉到律法里头 因为诗恩座在上面 律法在下面 这是约贵 懂意思吗 我们这个主题比较多 所以我们会再多录几个 这个视频给大家看 多录几个影片给大家看 你会更深地了解这个部分 所以我先来为你祝福祷告 那也欢迎你继续搜寻 看我们其他的影片 你会看到真正这里面神的心意 奉耶稣的名 我们来到天父的面前 祝福我们这里 每一位弟兄姐妹 你不再因为你犯错被赶出去了 你不再因为你做得不好 而被赶出去了 神就是爱你 他像那个父亲一样 即便你犯错 他公义 他得把你赶出去 但是他也慈爱 他跟你一起出去 还是照顾你 你不用担心 特别是你现在新约里面 你的罪已经被完全赦免 神永远跟你在一起 犯错没关系 他要使你越来越好 他要用加倍的产业 来把那一切的被夺走的补回 他要用加倍的祝福 把那一切羞耻补上 这是以赛亚书61章说的 祝福我们这里 每一位弟兄姐妹 谢谢阿爸天父 谢谢主耶稣 谢谢圣灵 奉耶稣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